中国古老的教学法 几千年的人都寻找这个规矩 现在人不要了 是西方 西方人求学的目的是知识 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是求智慧 智慧跟知识两种事情 智慧真能解决问题 没有后遗症 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 而且有后遗症 今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学会乱了 怎么解决 联合国召集 过过的精英专家学者 在一起讨论研究 搞了四十多年 没法子 现在这些人 对于和平已经丧失信心了 我就遇到很多 余晦的这些同仁 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 遇到我的时候 都问 这个社会还会有和平吗 从这个话里头 我们理解 他对和平丧失了信心 这才是今天 真正问题的关键 我们在联合国大会就发现 以前不知道 那怎么办 要让这些丧失和平信心的人 帮助他们 恢复信心 建立信心 这个社会才有救啊 于是 这些人 已经丧失信心了 怎样帮助他建立 只有一个方法 做出实验来 让他看到 他才会相信 我们给他做报告 说得很好听 他没见到 我们报告 我们报告完了之后 下台 在一起聊天 在一起吃饭 就有很多人问我 法师 你讲得很好 那是理想啊 不能失线 这就给我当头一棒 把我敲心了 我发现真正问题之所在 信心 断烦恼 断烦恼 震菩提 成佛道 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信心 强烈的信心 没有了 强烈的信心加上强真诚的爱心 没有一样事情做不成功 我们把这个关键找出来了 那就得想什么方法 能让众生信心爱心 都是他自信里面本据点的信 不是外来的 他本有的 从小没人教 他失掉了 这个事是迷失 是忘失忘记了 经过来 就先结了 这要靠教育 这要什么教育 今天科学技术的教育不行 他不讲这个东西 要身先教育 古身先先的教育 要宗教教育 因为宗教里都教信 宗教里都都教爱 宗教能够屹立于学会 到今天还能存在 就靠这两个字 宗教 宗教有没有这两个字 这宗教就消灭了 有这两个字 这宗教会永存 我先再说 虻学会 这条路 我先看 我先看 这条路 我先看